今天我延續我們上次第七次上課 今天第八次上課 原則上我會把我們的爬松之後的話 後面還有有關用Pandas、Numpa 然後還有繪圖的部分 我們也就是剩下三次課 我們可能會把這些全部講完 所以其實份量還算是蠻多的 所以回去請各位多花一點時間複習 過年前第七次上課 主要重點是放在爬松部分 所以裡面大概講了幾個題目 包括有關台採、樂透採的開獎號碼 假如你要能夠自動把它抓下來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你要先到它的官網上面去看一下 第二個的話一樣 就是說其實有個固定的標準化流程 第一個當然就是用那個Request的這個模組 裡面有get的方法 把網址餵給它 它其實就有點像一個瀏覽器 但是它會把這個資料抓下來的部分 其實就是裡面的原始 也就是HTML原始 所以如果你要解析它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另外再配合一個所謂的Beautiful Super 所以其實這兩個搭配起來 就可以很輕易的把這個網頁上面的資料做解析 把它刨下來 那Request的話最終的方法就是get 就get它 因為基本上我們資料都是用get的方法 但如果以後你遇到像是 它的參數是隱藏的話可以用Post 不過這個我想比較進階一點 另外Beautiful Super主要配合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的話 如果那個標籤有沒有 只出現一次的話 那就是用Find 如果出現多次的話 也就是一次以上 那你就用Find All 有沒有 其實這兩個方法基本上就很足夠了 那我們上一次的話基本上有舉幾個例子 然後遇到一個問題就是台彩官網 因為我們這邊的那個防火牆有打 然後後來我跟那個 這邊的那個資訊中醫人員通報 他就後來把它把它那個去掉了 有沒有?所以上次我們那個台彩官網 會出現那個什麼? 這是賭博的網站 他把它Block 掉了 有沒有? 那現在已經OK了 那 那 因為 這可能因為他們換了新的防火牆 那防火牆有一些清單 自動把一些不能連的網站把它屏蔽掉了 那這個其實是可以設定的 OK 然後 另外的話呢 還有就是說呢 我們講到有關那個TQC的官網 有沒有? 那上面的 我是覺得它的那個網頁 其實還蠻適合當成一個教材 比如這個官網 那如果我的需求很簡單 就是把那個TQC的這個plus的網站上面的 認證內容裡面的認證科目 把這些科目呢 它總共會有三個資料 一、二、三 一個是認證的名稱 認證的類別 認證的中文名稱 認證的英文名稱 那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如果我希望可以把它抓取下來 並且幫我把它轉成CSV 而且是三個欄位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當然以前如果你不懂用爬蟲的話 你變成人工 人工的話當然可以啦 只是說應該會很麻煩吧 這要怎麼複製啊 這要怎麼複製啊 你要把這個選起來 然後Ctrl C C Ctrl V 然後貼到哪裡呢 然後貼到Excel應該會變亂七八糟的 可能貼到Word 再轉可能會比較好 不過還真的很麻煩 而且假如說你這個資料 是每天或者每一段時間都要再抓一次的話 那其實當然我覺得就非常有必要利用爬蟲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真的用人工來做一些事情 以目前的大數據時代來看 哇它真的是不能不可能 因為第一個大數據嘛 第一個一定是大 第二個變動的速度快 一段時間就變了 一段時間就變了 那你用人工你怎麼去 然後呢 資料的格式也一直在不斷改變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很適合用所謂的爬蟲 那爬蟲怎麼爬 當然不外乎就是怎麼樣 把這個網址丟給它 有沒有 然後複製一下 貼到那個Request.get後面 然後呢 再把抓下來的原資碼 丟給BeautifulShip 然後再找什麼 那找的話 原則上就這樣 你可以怎麼樣 在這邊按右鍵 比如說這邊有123 對不對 這個我要抓的 按右鍵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去抓按右鍵的檢查一下 檢查它裡面的一些關鍵的標籤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DIV 有沒有 然後它的CAS名稱是這一個 所以基本上呢 主要找兩個重點 一個是它的標籤名稱 那這個標籤名稱呢 是絕對必要 標籤一定是前面小於符號 後面就是它的標籤名稱 那第二個的話 就找它的CAS 不過呢 有一種可能性就是 它有標籤名稱 但是沒有CAS 所以你只要給它CAS名稱 給它那個標籤名稱就好 那至於CAS的話 沒有沒關係啦 我們可以用別的方法 比如說縮小範圍 可不可以啊 OK 那另外的話呢 再找什麼 找這個 這個按右鍵檢查 那這個的話 基本上它的 它是H4 那不過呢 主要你如果找H4的話 可能會找到很多 那如果剛好數量是OK的 那你也可以用H4 那如果數量不OK的話 那你可以再往上找 它是DIV 看看上面這一層 有沒有那個 這個標籤名稱加CAS名稱 如果有CAS名稱 那等於就縮小範圍了 好 如果沒有CAS名稱 那不然就用H4 假設H4 它的數量剛好是它的總數一樣的話 那表示這個是可以拿來當成 我們要爬取的 一個這個 一個關鍵的點 那另外 底下這個是什麼 這個應該是 檢查一下 這個是什麼啦 有沒有 所以大概就知道了 第一層的話應該是這個 這個的話是DIV加CAS 第二層的話是H4 第三層的話是什麼 所以分別把這三個抓出來 有沒有 然後理論上應該是很多個 所以用FyO 然後FyO第一個 FyO第二個 FyO第三個 那分別就123 欸 這樣其實層次都寫出來 那所以呢 這個東西的話 你們可以參考那個 06 04裡面 這邊就有層次碼 在這裡 這個就是在雲端 0604裡面的第幾頁 就是在這個 第五頁的地方 先什麼 先用這個Request 然後再用BeautifulShip 那所以其實前四行可以當成範本 這個都固定的 然後呢 再去FyO什麼 先FyO 應該理論上這個 先DIV加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的話 實際上你可以用複字貼的 從哪裡 從這邊 第一層在這裡 這個DIV嘛 第二個CLASS在這裡 所以你點兩下按右鍵 把它複製 貼過來就可以了 然後呢 第二個是H4 第三層是small 所以呢 我們其實就可以怎麼樣 一個一個的把它 用FyO的方法 有沒有 把它全部都抓回來之後呢 再利用一個迴圈 那所謂的迴圈 就是把它全部抓下來 看有幾個就抓幾個 然後呢 再分別 把它放在這裡面 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欄 中間串鬥點 那這樣不就可以了嗎 把所有資料抓下來 並且 存成CSV OK 那其實看起來 說真的 我是覺得 如果 假設你是經常性變動的網頁 你要抓 我是建議一定要用爬蟲 不然的話 你永遠做不完 這個效率的差距 真的是差太多了 而且 如果你要抓的網頁數量 不只一個的話 哇 當然一定要用爬蟲 OK 那 這邊底下有存成CSV 這個是前面都有講過的 所以我大概重點回顧一下 也就是說呢 爬的方法大概 上面的這個幾個動作都固定的 然後呢 再去觀察網頁上面的標籤 跟他的class 那大概就足夠了 所以呢 請各位在底下 再看一下吧 其他還有哪一些題目 比如說像這個 台灣銀行這個好了 匯率 那比如說我們再看一個題目 像這一題 請各位待會看一下那個 範例4 0604裡面的範例4 如果我呢 我今天要抓什麼呢 抓這個台銀外匯 比如說台銀外匯 假設我希望把哪一個區塊的資料抓下來 這個區塊 就是 必別 這第一欄 第二欄的話呢 就是現金的買入 這第二欄 現金的賣出 第三欄 然後呢 集齊的買入 第四 集齊的賣出 第五 OK 那假如說我今天要把這資料 不過它好像有一段時間會更新吧 我不知道它這個大概是 可能是幾分鐘吧 還是幾 這個一個小時 我不確定喔 這上面是不能寫 欸它沒寫喔 不過裡面它那個匯率是一直浮動的 那假如說呢 你要一直用人工的方式 複製貼複製 其實道理沒有那麼合理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麼呢 你可以讓它一段時間自己抓一下 一段時間自己抓一下 相對是比較合理的啦 好 那怎麼做 所以其實齁 我們大概一樣的方式 前四行都一樣 再來的話分析什麼 你要抓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有五個欄位 一 二 三 四 五 欸 那再來的話就分析 那分析你可以看到齁 畢別也是一樣 在畢別的第一個 按右鍵檢查 那你可以看到齁 我們一樣是找什麼 找DIV 有沒有 這個地方你會發現齁 當你在這個美金的上方按右鍵檢查之後齁 請觀察一下 這邊有一個選取的範圍 實際上齁 這個地方背後的HTML 其實就是這一塊 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是這一塊 它還幫你用那個顏色齁 有沒有 有個淺藍色的吧齁 那其實它是包在哪裡齁 他跟妳講說包在DIV 那它的class這一個 叫什麼 Hidden Front 什麼Prential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齁 這個class齁 後面假設說呢 有很長一串齁齁 中間有空白的話 那表示它其實是有兩個類別 那第一個類別就是HiddenFront 第二個類別的話就是Prential 那當然你可以齁 只用一個看看 或者兩個都用也可以啦 不過這個可能有時候還是要看一下實際狀況 也就是說這個DIV這個區塊齁 它其實擁有兩種類別的名稱齁 這有點像什麼 比如說呢 某一個人某個學生 他可能是某某國中的某某班級的學生 所以它可能就會有兩個類別 一個是哪個學校 一個是哪個班級 那類似的方法 這個所以我們已經知道它的這個標籤 跟它的class 所以第一個可以把這個給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要再來看什麼 再來看就是它的現金 不過各位有沒有發現齁 當你把這個畫面有沒有 按右鍵檢查之後 你會發現呢 現金匯率還存在 可是原來的集齊就不見了 有沒有發現 集齊為什麼不見齁 跟各位講齁 其實這個也是主要是 這個網頁齁 它味道符合呢 假設它今天是電腦在看的時候 有一個畫面 但是如果說今天是手機在看 它又另外一個畫面 它可能如果你今天是用手機看的話 它就會怎麼樣 它會把那個畫面齁 直接幫你縮小 可能把機器引上 那這個時候當然你就不方便 比如說你想說 老師我這個地方 這個集齊的匯率 那個部分就沒辦法分析 那怎麼辦 跟各位講呢 其實另外一招啦 你們可以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假設我今天把這個給關掉 那如果你按右鍵 你會看到集齊就出現了 那其實主要是什麼 主要原因是因為呢 我們按一下檢查之後 那因為我的畫面縮小 它誤以為我現在是手機 那怎麼辦 先跟各位講有一招 就是呢 你可以把檢查的部分 原來的畫面怎麼樣 預設是在右邊 對 如果你把它怎麼樣 移到這個的下方的話 那基本上它就不會有那種 剛剛那個問題 怎麼把它搬到下面 這個可能 還是需要找一下那個功能 那功能能很好找 在右上角這邊有個三點點 有沒有 一二三三點 它其實功能躲在這裡 如果你今天希望檢查的時候 不要在右邊 而是在下方的話 那你可以按一下這個三點 然後呢 特別注意喔 它會出現 這個一個小小的功能選單 那其中的話有個叫什麼 DuckSign 那其中目前喔 DuckSign Duck是停留的位置 Sign 是在哪一邊 有沒有 那所以呢 我可以把DuckSign 它預設是這一個 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這一個 沒有 其實看圖 大家就知道 這個是在 藍色在右邊 那這個在下方 所以你可以這樣 點一下這個三點 然後再點一下這個 Duck 它其實會顯示出來 Duck to Button 意思是說 我停在下方 OK 來點一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那個檢查的畫面 就會停到下方去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分析它 這個有沒有 這個是什麼 按右鍵檢查一下 這個它這邊出現 有啦 這個 TT 然後呢 它的那個 KS是什麼 KS這個 這一串 這個是 買入 是這個名稱 那再來下一個賣出 是怎麼了 賣出 賣出 你會翻在下面 那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 買入跟賣出 其實它的名稱 居然會是一樣 一模一樣的 這個什麼 Catch Range Content Catch 這個也是Range Content 對呀 買入跟賣出 等於是 Eda裡面 有兩個 一模一樣的東西 所以呢 如果說這樣看 其實沒辦法分辨 那只是說 如果將來你要去抓資料的話 可能還是可以按照邊 這個是0 這個是1 然後這個是2 這個是3 這個4 這個5 所以呢 也就是說如果同樣名稱 假設出來的話 你一樣可以把它怎麼樣 類似像之前 有遇到一個方法 就是怎麼樣 可以把它第一個放前面 第二個放後面 類似那種概念 那一樣 那個集齊的部分 也是這樣選一下 按右鍵 檢查一下 這個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名稱 跟買入好像也跟賣出 是一樣的名稱 所以呢 請各位先觀察一下吧 把那個 像台銀匯率上面的特徵 先找到 那我們是希望 可以把這個資料 第一階段 抓下來 不是用人工的 抓下來之後 輸出五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 第二個欄位 第二個欄位 就是現金買入 第三 就是現金賣出 集齊買入 集齊賣出 中國五個欄位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當然盡可能的 如果你希望成為一個 不要說這個爬蟲高手 至少就是爬取網頁資料沒問題的話 恐怕還是要多多練習 那步驟的話 我剛剛講過 第一個 前面的四行都一樣 一定用request 一定用beautiful ship 第二個的話 就是分析 你要抓取的網頁上面 那個什麼呢 原始碼的特徵 原始碼不是要叫你從頭看到尾 主要是去觀察什麼呢 你要抓的資料 按右鍵檢查一下 它一定有標籤名稱 那可能有class名稱 那我們要怎麼樣 透過它的標籤名稱 配合class名稱 然後把它全部的資料抓下來 但是呢 像這個地方是 我們用find 因為它不只一個 像畢別 可能有20個好了 那我們一定要全部抓 全部抓就用find all 那你會發現 那你會發現 畢別 跟那個買入賣出的關係 是一對上二 因為 買入跟賣出 它的那個什麼呢 它的標籤名稱跟那邊 居然一模一樣 所以 那我們要怎麼樣 可以讓它變成 一對二 然後呢 可以把它拆成 這個五個欄位 這個我想請各位 先想想看 第一個 先大概觀察一下 這個台銀匯率上面的那個原石碼 稍微知道一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配合這個 我們的程式 來玩玩看 然後把它抓下來 那抓下來 最終 當然主要是希望 可以把它存成那個像CSV 或者其實前面有講過 你可以存成Json 甚至的話呢 後面我們會配合那個Pandas 那個模組 可以 直接把它存成Excel OK 直接存 因為之前的同學說 老師我們習慣還是 直接把它存成Excel 它可是要怎麼樣 讓它直接存成Excel 不過它就有點像是 怎麼講 多加一個功能一樣 所以等於一個模組 加進來之後 就可以多一個功能 所以後面的話 如果要存成Excel的話 可能我們還會需要 再增加一個模組 那個模組名稱就是Pandas Pandas非常重要 因為它其實 就可以讓你 類似在Python裡面 使用類似Excel裡面的相關功能 包括什麼 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 加上 這麼忘了 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